两架飞机是可以完美地通过 可实际上竟然静止地撞向了彼此 印度的空中管制员也抱怨说 他们的英语不太好 当要求他们重复指令时 他们只会说一个词 Roger 1996年11月12日 杜塔一听死消息 对于刚升官布局的高级空中管制员 维克杜塔来说 终身难忘 因为知道他的眼皮子底下 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空难 下午杜塔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他的工作是需要面对一台初级雷达 然后用无线电协调航班 安全的进出机场 他负责的范围是机场附近的航班进出 虽然工作看起来很单调法位 但却容不得一点马虎 既要保证飞机不能太过接近 又要保证他们的飞行效率 不能让机场太过拥堵 这天晚上 杜塔只需要引导五架飞机进出机场 其中有两架飞机 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 第一架是沙特阿拉伯航空的 763号班机 该飞机机型就是大名鼎鼎的 波音747 机场一共搭载了289名乘客 其中有215人 是在阿拉伯工作的印度人 另外还有23名机组成员 机长是45岁的退伍军人 哈利德·舒拜一 是的 他的飞行经验也是非常丰富 我为什么说也 飞行时间超过了9800小时 副机长纳西尔汉 和飞机工程师艾哈迈德·艾德瑞斯 同样是经验丰富 飞行路线是从新德里的 印迪拉甘地国际机场起飞 降落的沙特阿拉伯东部城市达兰 沙航763号班级 与当地时间晚上6点32分起飞 在杜塔的指挥下顺理升空 飞行在G452航线上 然后保持在14000英尺的高度 等待进一步的通知 而同一时间 有另一架飞机 正在飞往新德里的 印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同样是飞行在G452航线上 这一架飞机是隶属于 哈萨克斯坦航空的1907号班级 机型是俄治伊尔缸76型运输机 它本是一架军用飞机 后来改成了名用 不过其驾驶舱 依旧保持着原有的风格 机长是亚历山大切列帕诺夫 副机长是埃尔梅克扎基罗夫 飞机工程师是亚历山大丘普罗 还有导航员扎贝克阿里巴耶夫 以及无线电操作员埃格尔雷普 无线电操作员负责和空管员的一切沟通 然后再将指令传达给机长和副机长 飞机上一共搭载了27名乘客 大多数是计划来印度购物的 吉尔基斯斯坦居民 当然还有10名机组成员 飞行路线是从奇姆肯特机场起飞 降落到新德里 印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其实两架方向相反的飞机 飞行在相同的航线上 只要调度好 问题不大 而且这样的调度在航空史上也并不少见 也不难 只要让他们通过彼此的时候 保持相对安全的高度差 就一点事都没有 像这样的调度 杜塔可是相当熟练了 所以杜塔之前让763号班机 一直稳定在14000英尺的高度 并且提醒他们 在12点钟方向 有另一架飞机在接近 与此同时 哈航的1907号班机 在距离机场还有137公里的时候 杜塔就让其下降到15000英尺的高度 就这样保持住 在两架飞机交汇的时候 1907号班机处于15000英尺的高度 763号班机处于14000英尺的高度 相差1000英尺 也就是300多米 这是完全符合规定的安全高度差 为了方便沟通 空管 763号班机 1907号班机 都处于相同的无线电频道上 大约6点40分 1907号班机报告 已经下降到了15000英尺 杜塔知道 两架飞机即将接近对方 于是提醒 1907号班机 留意12点钟方向 有一架波音747飞机 正在向你飞过来 目视到航机后请报告 1907号班机询问 此时两架飞机距离有多远 杜塔回到14英尺 然后1907号班机就没了回应 没一会儿杜塔再次警告 航机距离你13英尺 飞行高度14000英尺 这次1907号班机回复收到 按理来说 他们在高度上相距300多米 是可以完美的通过 可实际上 两架飞机竟然静止的撞向了彼此 当时他们的飞行速度 都超过了500英尼每小时 所说的力是车祸的700倍 爆炸威力可想而知 随着一身巨大的爆炸神 两架飞机化作了两团巨大的火球 超过了500吨的飞机残骸 化为碎片 从天而降 在办公室的杜塔惊讶地发现 雷达上代表两架飞机的光点 在重合之后就消失了 他赶紧呼召两架飞机 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就在此时 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 刚好飞在附近 空军飞行员报告说 我们注意到 右手处有一朵大云 从云中发出了橙色光芒 刚开始我以为是闪电 但光变得越来越强 不到一分钟云变暗淡了 云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火球 撞向了地面 杜塔一听此消息 久久无法变近 他们撞击了 从14000英尺的高度坠落 飞机上的几百号人 绝无生还的可能 这个结果 任谁也无法接受 可是杜塔转念一想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自己明明是按照规章制度般的 有条步进行调度 且符合当前的国际航空惯例 也没有什么披露之处 连架飞机在高度上 相距了300多米 怎么就撞了呢 两架飞机逝世 事关349人的生命 这很快就惊动了印度高层 当时的印度总理表示 一定要进去彻查 不放过任何一个人 大约三个小时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印度民航局局长也表示 我们自己并不完全掌握事实 没有人知道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将追查到底 找出是谁知过错 印度方面很快就成立了调查组 当然两架飞机所处的航空公司也一同参与了调查 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 飞机碰撞发生的地点 位于新德里以西约100公里处 两架飞机的残骸散布在方圆6英里之内的农田当中 当调查人员以及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 无不被现场的场面所惊住了 一片狼藉 飞机残骸遇难者遗体到处都失 在现场竟奇迹发现了 还有6名生还者 但可惜 他们最终并没有活下来 这场空难一共造成了349人遇难 从遇难人数来看 排在特内里飞空难和日航123号空难之后 是航空史上第三严重的空难 也是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空中撞击事故 在调查过程中 作为空管员的杜塔 首当其冲的第一个接受了调查 毕竟飞机是在他的调度下发生碰撞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 杜塔应该为此次空难负责 可是调查发现 杜塔作为一名高级机场管制员 他向两架飞机的进出航线发出的许可和指示 完全符合当前的国际航空惯例 没有任何问题 调查的原因也没有为难杜塔 他很快就返回了工作岗位中 既然不是杜塔的问题 那么原因必定是出在两架飞机之上了 值得庆幸的是 两架飞机的黑匣子都比较完好 由于两大航空公司都不放心 硬度去解码黑匣子 所以在航空公司和委员会的监督下 两个黑匣子分别运往了莫斯科和伦敦进行了解码 三个月之后 黑匣子终于解码成功 通过黑匣子中的解码数据 管员了两架飞机撞击前的各项飞行数据 以及30分钟的语音通话 事情是这样的 空管员杜塔让沙航763号扳机 维持在14000英尺的高度 等待进一步爬升 沙航763号扳机很湿停化 后面一直维持在这个高度 随后杜塔又让1907号扳机 降到15000英尺的高度 可不知道为什么 该扳机在下降到15000英尺的高度之后 并没有停止 而是继续降 一直降到了跟763号相同的 14000英尺的高度 实际上 之前1907号扳机 在报告到达15000英尺的高度时 它的实际高度在14500英尺左右 1907号扳机的无线电通信员意识到 飞机可能飞得太低了 就提醒机长将飞机往上升一升 机长一听 就赶紧加速拉起机头 可是这个时候 两架飞机也只有几米的距离了 这个加速爬升的举动 直接从下方撞上了763号扳机 通过驾驶舱的语音记录仪 调查委员会都是结论 由于1907号扳机 是俄制伊尔缸76型军用运输机 所以驾驶团队有五个人构成 政府机长 机械师 领航员 以及无线电通信员 该驾驶团队基本上都是俄罗斯人 俄语说的是贼6 但英语就不咋地 所以与地面空中管制员的一切沟通 只能由无线电通信员完成 然后再转告给政府机长 在杜塔指示 1907号扳机维持在15000英尺的高度时 无线电通信员也确实将此指令 转述给了政府机长 可政府机长并没有复述此条指令 接着飞机一直在下降 调查人员认为 很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和空管员 都处于同一无线电频道 政府机长的英语又不好 所以误以为空管是要求他们 将飞机降到14000英尺的高度 当然给出这样的结论也是有依据的 机长的一位印度高级官员说 与前苏联的飞行员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他们的英语不太好 所以当要求他们重复指令时 很多时候他们只会说一个词 Roger然后就完了 印度的空中管制员野报员说 前苏联的飞行员习惯用公制系统 来较转高度和距离 比如公里和米 但绝大多数国家 使用的单位都是海里和英尺 所以有时的换算 就会出现错误和延迟 因此无线电通信员 向地面报告的飞行高度数据 并不及时 直到他看到 机长的仪表盘高度显示 是14000英尺 就赶紧提醒机长要往上拉伸 可此时已经晚了 对面的763号扳机已经飞过来了 所以就发生了撞击 对调查委员会得出的这个结论 1907号扳机所在的哈萨克斯坦航空 当然是不难接受了 这么大的锅 他们可不敢接 哈萨克斯坦辩解说 事故的原因 并不是机组人员的英语不好 也不是飞机问题 而是飞机飞入了机云当中 并遇上了滩流 这样的天气因素 是引起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调查委员会 就调查了当天的气象预报 天气晴朗 并未有滩流情况出现 空弹的主要原因 是哈萨克斯坦航空1907号扳机的机长 未遵从管制员的指示 至于为什么不遵从指示的原因 则无从定论 但无非就两个原因 飞机确实在云潭中 遇到了滩流 或者是沟通问题 实际上 无论是哪个原因 本都是可以避免的